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何尊的故事 民间有句俗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说的是幼年是人的秉性与习惯的形成期 能够反映出以后人生发展的轨迹和道路 如果放大到国家层面 中国文化的性格和底色形成于上古三代 也就是夏商周时期 而这一时期最重要最核心的物质文化载体 就是青铜器 所以夏商周时代也被叫做青铜器时代 青铜器中最具价值的当属有名文的器物了 正所谓长篇名文一件可抵古文上书一篇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件国宝 何尊就是一件长名的青铜器 1963年8月的一天 陕西宝基甲村镇甲村西街的一位名叫陈堆的村民 偶然间在后院的土崖上 刨出了一件沉甸甸的青铜器 老陈挖到的这件宝贝就是国宝奇珍 何尊 它高39厘米 将近三十斤重 是实实在在的重器 满身装饰了精美细腻的文饰 尤其是腹部的大饕贴文 威严庄重 给人一种宁丽之美 老陈后来离开了宝基 临斗之时将何尊交给了兄弟陈胡保管 1965年 由于生活拮据 陈胡江何尊卖给了当地的废品收购站 换了三十元钱购粮度日 没过多久 宝基文化馆的佟太放 为了筹备新建的宝基博物馆 来到乡间搜集文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各地的废品收购站 经常会收到古代的文物 佟先生于是就来到了这个废品站 一眼就看到了这件精美的器物 按照原价给了三十元 买下了它 将这件国宝从熔炉之灾中挽救了出来 正式成为了公立博物馆的藏品 上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 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就是文物对外展览 1975年在一次出土文物 外交展的筹备工作之际 何尊作为支柱性展品 被运到了北京 当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成元先生 作为展品维护的专家 仔细端详了这件国宝 马先生是青铜器鉴定和研究的泰斗级人物 他凭借着丰富的从业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 认为这件重器势必著有名文 于是他安排文物修复保护的专家 对器物的内底进行了除锈 结果露出了122字的长篇名文 从此识破惊天 震动环宇 何尊的名文内容是周初成王五年的时候 天子迁居在成州洛邑 对上天武王进行了祭祀之后 四月秉须日那天 成王对陈下河进行了讯告和赏赐 成王追溯了祖父周文王受天命 父亲周武王克商的历史功绩 道出了武王建立周朝后 曾将这一伟业禀告给上天这一细节 而且强调武王曾立下的遗讯 宅赐中国 自资一民 如今成州洛邑已营建完毕 成王迁居于此 将这些成果汇报给上天的武王 和的祖先也为周朝的建立 立下了汉马功劳 和也为朝廷做出了贡献 所以受到成王三十彭倍的赏赐 一棚的数量古人看法不一致 有两个五个和十个的差别 无论如何 三十彭倍的赏赐实属不少了 要啥手表啊 和将这些历史信息 都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 铸造在这件尊上 成为了永久的档案 周初的历史就像戏曲的连台本戏一样 相当于是个连续剧 包括文王受天命 武王伐咒 武王祭天似文王 成王迎见落役 成王祭天似武王 这五出折子戏 可用的素材 除了诗经 上书 一周书 史记 这些传世文献之外 还有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献 比如清华大学新入藏的战国楚简里面 有一篇叫成物 简文里讲的是文王的夫人太四 梦见伤王的庭院中 涨满了荆棘 而代表周人的子树 变化成了松 柏 玉 座 四种树 全部占据了伤王的庭院 太四把这个梦 告诉给了文王 文王召唤了太子发 举行嚷除灾祸的祭祀 将此事禀告给各路神起 用祭祀的方法 攻击震慑 代表殷伤的神灵 并在明堂大殿举行占卜 父子二人敬拜了这个对于周人十分吉祥的梦 从上帝那里继承了天命 文王死后 武王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率领天下诸侯 在牧野之战 一举推翻了商朝 陕西临同出土的厉鬼 开篇所言的 武王争伤为甲子昭 就是这件改朝换代的大事 武王取得了胜利之后 要把这些功绩 禀告给给予周人天命的上帝 于是武王在天使山 也就是嵩山 举行祭天的大礼 这算得上早期的风扇活动 这些记载在天王鬼的名文里写得很详细 武王得了天下没过几年 就亡固了 他的遗愿就是要在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统治 所以就有了迎见成州落役的壮举 史寿顶名文中就讲到史寿 受上司所派 历举视察成州的功成进度 这些大事全部完成之后 成王也像他的父亲一样 把这些业绩禀赠给上帝和武王 非常完美成功 这就是和尊名文的意义所在 当然和尊最令人熟知的 就是那句宅资中国的豪言 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词组最早出现的实物历证 和尊中的中国更多的是个地理概念 这里的国指的是疆域领域 国也可以读成疆域的域 中国或者中域指的就是洛阳这一带 这是天下的中心天下的中央 把政权建立在这里 自资一民就是在洛阳这里治理万民 这才是当时统治者所追求的目标 先秦时期的中国含义日渐丰富 由首都这一点的范围 逐渐扩大到中原地区 进而变成了全部统治的区域 不仅地理意义扩大 政治意味越来越浓郁 汉唐时期中国更多的指代的是中央王朝 而且逐渐有了中国与外国对立的 这种类似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区别 近代以来中国这个含义更加的丰富了 成为了政权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集合概念 何尊三千年前是何这位贵族祭祀仙人 陈彻在家庙中的礼器 现在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属于所有热爱他的人 中国三千年前代表的是洛阳这片土地 现在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家园 是我们永远的骄傲 主要是特别人人 即使是特别人的恢复 在家庙中华儿女的那里 人数不足 人数不足 这位贵族 这位贵族 人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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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不足